迎接新年消防队大玩创意 台南河委消防分队的门口 出现两尊兔人 消防队呢他们利用了练习CPR的人偶 搭配了周边的配件 营造出了浓浓的过节气氛 只不过日前还在布置的阶段 现场呢只有这两尊的兔人 晚上的时候有民众经过 因为视线不佳的关系 被吓了好大一条 两名班一男坐在两椅上 闭目养神 白天还好但到了晚上 打灯后这气氛 如果是农历七月应该就贵了 可能会吓一跳 对比四周漆黑这氛围 哎 有点毛 只有民众路过 撇见这两尊 冷不防被撒到 后续有网友认出是假人犯的 追出是当地 效仿对创意 一个过点的细节 那我们把这个部分装成成兔宝宝 有一个警示说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的防疫的部分 现场在这里兔年马 装扮一下训练用的安东尼 废物利用 把太患的防护衣穿上身 戴上兔耳朵 兔宝宝装迎新年 没想到的是 日前还在布置阶段 民众瞧见半成品 意外被撒到 不过来来来 再戴上恭喜发财 喜气感不救 跟着来 非常的创新 多看两眼 就连不要的灭火器 也透过DIY 变红萝卜摆饰 再把报废的救护车 打造安保造型 整组到位 浓浓 过节气氛 去年中秋节 也曾搞创意 结合宣导 迎新春再一发 以示感十足 消防弟兄实在很有才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道